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选好宝箱了 可是我打不开 这里有关于这个宝箱密码的提示 这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但上次上课只有说 如果有数字的话 可以带入方程式中 看等式成不成立就知道是不是它的解 但这个没有数字要自己找 你可以帮帮我吗 原来是遇到这个困难 那在解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之前 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 假设有个数字 A乘B等于0 那狐狸猫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A和B都不等于0呢 我想想哦 如果A和B都不等于0的话 相乘怎么可能等于0啊 A和B至少其中一个是0 相乘才会等于0吧 没错 所以如果A乘B等于0的话 则可以知道A等于0或B等于0 我们把A跟B换成多项式 我们一起试试看 如果是 习惯上可以简化机成这样 这样答案就出来啦 代表此一元二次方程式 括号X-1乘以括号X-2等于0的解 为1与2 从这个例子可以发现 像括号X-1乘以括号X-2等于0 很容易找到它的解 但是如何从一般的一元二次方程式 X平方-3X加2等于0 转变成括号X-1乘以括号X-2等于0 这样的形式呢 哦 我知道 这是先前很努力才学会的音试分解 没错 在这个时候 音试分解就是我们在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好方法 更详细地说 可以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步要先利用一项法则 将方程式整理成等号右边为0 第二步是将方程式等号左边的 二次式音试分解 第三步就是用刚刚练习过的方法 找出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现在我们来试试看别的题目吧 第一步是要让方程式等号右边为0 那这题的等号右边已经是0了 接着第二步是将方程式等号左边音试分解 所以我们可以把等号左边的二次式 提出公音试x 变成 最后一步骤是找出方程式的解 x 与 x 减三相乘等于0的话 则 x 等于0或 x 减三等于0 再一项变 x 等于0或 x 等于3 最后写成这样 所以次方程式的解为0与3 接着 换你自己练习看看咯 答案选A 这题我们一样第一步是利用一项法则 将方程式整理成等号右边为0 变成 2x 平方减 5x 等于0 第二步将等号左边音试分解 提出公音试 x 变成 x 乘以括号 2x 减 5 等于0 最后找出方程式的解 两式相乘等于0 则 x 等于0或 2x 减 5 等于0 一项变成 x 等于0或 x 等于2分之5 因此选项 B 和选项 C 的 0 跟 2 分之5 都是这个方程式的解哦 说到音试分解 同学们还记得乘法公式吗?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解一元二次方程式时 也会用到之前学过的乘法公式哦 像是这题 x 平方加 4x 加 4 等于0 就可以利用和的平方公式来分解哦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和的平方公式吧 和的平方公式是 a 平方加 2ab 加 b 平方 等于括号 a 加 b 的平方 那这个方程式也可以把它想象是 x 平方加 2 乘以 x 乘以 2 加 2 的平方 等于0 由和的平方公式可以知道 此方程式就是括号 x 加 2 的平方 等于0 将平方展开变成 括号 x 加 2 乘以括号 x 加 2 等于0 两式相乘等于0 所以 x 加 2 等于 0 或 x 加 2 等于 0 一向变成 x 等于负 2 或 x 等于负 2 那么因为 x 等于负 2 或 x 等于负 2 其实就是两个相同的解 这种情况称为重根 我们可以写成 x 等于负 2 挖号重根 最后还记得之前学会的 十字交乘法做音式分解吗? 接下来我们试试看 利用十字交乘法借一元二次方程式吧 看到宝箱上的这题 狐狸猫 你还记得怎么利用十字交乘法 把等号左边的式子音式分解吗? 嗯 先把 x 平方写成这样 然后我要找到两个数相乘等于 4 相加等于负 5 的数字 1 乘 4 等于 4 但是相加要等于负 5 所以 1 跟 4 前面都加一个负号 这样中间交叉相乘是 负 5 x 减 4 等于负 5 x 没错 所以 x 平方减 5 x 加 4 等于 0 音式分解完会变成 括号 x 减 1 乘以括号 x 减 4 等于 0 很好 利用十字交乘法音式分解完 后面的步骤就跟刚刚学的一样了 两式相乘等于 0 则 x 减 1 等于 0 或 x 减 4 等于 0 一项变成 x 等于 1 或 x 等于 4 所以 解 就是 1 和 4 狐狸猫 这样刚刚讲的这几种 解 1 元 2 次方程式的方法 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那你可以试着 从刚刚的宝箱提示 找出宝箱密码咯 宝箱的锁是 2 组 2 格 所以应该是 0 1 和 0 4 打开宝箱了 在这支影片中 我们介绍了解 1 元 2 次方程式的步骤 第一步是将方程式整理成等号右边为 0 第二步是将方程式等号左边的 2 次式做音式分解 最后一步是找出方程式的解 而第二步骤的音式分解 在这支影片中 我们也提到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利用提供音式做音式分解 第二种是利用乘法公式做音式分解 第三种是利用十字交乘法做音式分解 这样大家都学会了吗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 再来看看宝箱里的任务是什么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